小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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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雪 哥哥 哥哥 不要叫我哥哥 我日日夜夜都挂念着你 你倒好 一回来就跑来看别的男人 一点都不惦记我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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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不要叫我哥哥 没有你这样狠心的妹妹 哥哥 你真的不肯要我了 不是我不要你 是你不要我 我是听到尽快不行了 这才先来看她的 那你就不担心我吗 我怎么不担心你 我昏迷之时 时常惦记着你 我来到了植疫省 看到一块繁华热闹 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我这才略微放心 我见到心远以后 第一个问的人就是你 你 你这个词真的吓死我了 一夜梦回事 我常常有一个人从噩梦中惊醒 我生怕你和娘亲还有孤 孤孤一样 没事了哥哥 你放心吧 以后我一定会小心的 跟我回陈容山吧 我想等紧醒过来以后再跟你回去 可以吗 哥哥 好 但是 你得注意分寸 你这样顺步不离地跟着她的外人 看来算什么呀 我的妹妹就没有男人要了吗 还得这样伤感地去倒贴她 是 哥哥之命 妹妹一定谨记 江流是怎么把你救活的呀 我当时请的所有医师都说 你去吧 应该是跟我给她中的谷有关 我靠着她的生气 维系了一线生机 之后她应该是实施了血咒之术 给我续了命 我跟向柳的交易 我会遵守承诺 自然不希望她少花招 向柳救我 是有条件的 向柳冷面冷心 从来都是无理不起早 当然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救你 她救我的条件是什么 她找我要了一座陈荣山的山峰 我还担心救命大恩无以为报 没想到 不愧是九命向柳 一点亏都不吃 你竟然真的找到竹笼金了 弓箭锻造得如何了 你放心 这把弓物已经锻造四十五年了 只差弓箭 现在这最后一种材料也找到了 最多三个月 我就能把你想要的弓箭打造出来 三个月后我来取弓箭 没问题 太像了 好像又回到了朝云峰 走过山 走过水 走不过生死 走过山 走过巨 走过山 走不尽悲喜 走过春 走过夏 走不出回忆 走不出回忆 心中有你 手盼无名 走不出回忆 转眼之间 没想到你跟我说的话 全都实现了 三十七年 你觉得是流光而顺 逸闪而过 我却是度日如年 夜夜永死 这些凤凰树 从青岁小苗 到如今的高峻亭吧 每一点成长 尽在我眼中心内 好像已有千年之久 哥哥 你放心吧 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 不会再让你被我操心了 如果图山景退婚成功 一定会马上向师父提亲 你又如何陪我呢 那我就让景 跟我一起来陈戎山上住 青光最惨 无你 青光最惨 无你 你真的想好了吗 景不见得是最好的男人 也不见得是最适合你的男人 可他却是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会抛弃我的人 哥哥 你我从小被遗弃 你应该明白 我想要的是什么 就算尽肯放弃身份 你我都明白 有些牵绊是流淌在血脉中的 不是想放弃就能放弃 想割舍就能割舍的 图山市的太夫人 是出了名的硬骨头 十分的固执难缠 你想过未来吗 将来如何 不取决于我 取决于景 我只是愿意 等他给我一个结果 也不见你愿意等过别人 可见景在你心中 是特殊的 哥哥 别再为我担心了 我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失望 所以我早就学会了 凡事要从最坏处想 不是你说的吗 如果想要自己不失望 那就永远不要给自己希望 不管结果如何 我都在这里 我知道 万物皆无光 只有你的眼明亮 随行去远方 看看太阳 万物皆悲伤 只有你的美上阳 等你对应 一晚夜光 一晚夜光 来世些风雨 去世带走了四季 你不在 在好的风景 皆无力 开始汹涌来袭 后来绝尘哪去 你不来 再美的天地 都浪迹 都浪迹 如果奶奶不同意退婚 那么我只有离开土山市 聂政 当初为了号令大王纪 心神俱散 五内俱伤 居然连命都不要了 我们土山市 你置于何地 你这是要我死啊 王纪再高贵 你们再怎么情投意合 就是不能娶她 奶奶 叫你们过来 是有事宣告 昨夜 昨夜和几位长老商议 决定三日之后 举行典礼 由景担任 图山市组长 时间仓促 客人也就不邀请太多了 西炎王 浩陵王 赤水市 西陵市 鬼方市 中原六大市 都会有人来灌离 已经足矣 奶奶 组长的事还是过几年再说吧 过几年 你觉得我还能活多久啊 这一次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都必须接任图山市组长 奶奶 组长 应用能者居之 刺而不服 求奶奶取消三日后的仪式 求奶奶取消三日后的仪式 大哥才是组长的最佳人 苏山景 收起你高高赛上的怜悯 我不需要你的施舍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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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瞒你们了 我的寿命 最多只有 六个月 有医师和奴婢照顾太夫人 有医师和奴婢照顾太夫人 两位少主请回吧 如今 太夫人神志还清醒 再过一段日子 名利消耗气之后 神志会渐渐糊涂 求两位少主 为了屠山市 承下太夫人的心愿 让唐一夫人 能在神志清醒时 看到组长几位 景 你可以完全不顾我的感受 但是你不能对不起奶奶 她为了你 为了整个屠山市 把命都活出去了 把命都活出去了 景安 你怎么回事都灵透了 你怎么站在这里不进来啊 放我心里 走啊 快进来 属下严殿下的吩咐 带屠山少主去见王姬了 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走 走 天色与晚 殿下歇息吧 风雨交加 客人都还未走 我如何能够安心地歇息 这个青秋公子也真是 有什么要紧事啊 三更半夜的突然硬闯陈戎山 满山风雨肯定不会是好事 我本来应该高兴 可是一想到小药 心里却很难受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奶奶病了 奶奶病了 这些年为了等我回来 一直在透视灵力支撑身体 如今灵力耗尽 寿命 也只剩下几个月 爷爷走得早 爷爷走得早 奶奶为了突然时 耗尽心血 没顾上一天熟醒的日子 奶奶让我三日后 接任突然时组长 我 我没办法拒绝 我明白 我原本打算 不管奶奶同不同意 我都要和你在一起 可是现在 对不起 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小药 又让你失望了 如果你真的很心抛下一切 连对你恩神情中的奶奶也不顾 即便是因为我 但也不是我喜欢的景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心里振不开的枷锁 其实是你心里的柔软 而恰恰是这份柔软 让我喜欢你 今天没关系 你不可以 您的万一